所以我現在手拼裡面 轉起來是有五十九章的C-Limus 就是它有這樣的課程進入了 好 然後呢 這樣也不會嗎 如果沒有拿到的同事 或者是你剛剛給我講一講 你其實有點猶豫的話 就先不要 那你後來決定了 要來的話 你都沒有換一個C-Limus 所以因為我剛剛說了 我就一點值九更 算得剛剛好 好 那如果 我剛剛已經講了 如果你現在是二年級 你自己課程也很重喔 新所 所有的新所在二年級排的課 大概都是 所有的專業必修都在這個行程中 所以你自己體悟一下 讓你的附帶是不是可以承受得了 好 你自己講過 他應該覺得是全部都可以承受 說真的 我每次都都能夠承受 我自己講過 我自己講過了 我自己講過了 你的聲音要不講幾應了 你呢 我自己講過了 你那個聲音要不承知 我自己的聲音要不承知 如果是你不會承受 我自己的聲音要不承認 我自己還有 他們也有靠 所以你們看 我可以承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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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我期末考会排在前一周 就是1月7号就考了 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下学期还会在上课 好 所以呢 我会想就因为我们有一门 但我想14号这次上课呢 这个同学可能这个没有很大的心情在这里上课 所以我就讲了一个叫不确都没那么重的 所谓的无形资产 好 那我想大家就过这块也知道无形资产 好 无形资产 从我们吃到那个重口味的什么长方 固定资产的一个快捷处理之后 出到无形资产也没什么感觉 好 这下无形资产呢 在这块里面 它相较于前面来讲 它也没有很大的loading 因为其实它的固定 跟婚姻资产来比较已经是轻很多 但是它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 有一些新的无形资产进来 那这些新的无形资产呢 我相信你大概一次我讲完 我把几个比较重要的 或者比较不一样的跟同学讲之后 剩下来的就会让大家 诶 这个 这个 诺棉的时候 每天出去外面都是人山人海 有时候想在家里安静一下的时候 我就把贵金打出来看一看 好 我们在开学的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就是下学期的第二个礼拜会的小考 好 那个就是水考的桌面 那就是考无形资产 那我们开学的第一个礼拜 会把无形资产再跟大家再 再补充一下有些什么情况 要特别留意的 好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在期末考那一周 在牌子上课 原因也是在于说 反正下学期大家都写不得点 告诉你哦 那个我们考会计试的时候呢 他有二十一个会计学分的要求 他有三个科目是 你一定要在你的学业成绩在上面 要有这三个科目 中快 城管快 人 省计 他要求这三个科目 好 其他二十一个学分 其他的科目也可以 什么会计资讯系统啊 甚至财务管理啦 或者是税务法规啦 这些人都可以算进来 二十一个学分 那你想说 中快 城管快 然后省计 那中快就六个学分啊 那城管缓快我再修下去六个学分啊 然后再加省计三个学分 那我们不就十五个学分了吗 那剩下四不剩下什么啊 六个学分去修其他的做好了啊 六个学分去修其他的做好了啊 六个学分去修两个课一样 那他怎么困难 欸 你错了哦 中快 虽然你修的是一年的课 在我们的会计上面 在我们的学制上面 在我们的学制上面是六个学分 但是在考选不计计 他实在没有计计 所以如果你使上了中快一 没有二 不算 所以你不要抱着说 这也是因为我们初上退教班的时候 同学来上退教班 因为他下去有这个学分去报考 然后他就修了 他先修了中期会计学 然后再修了中期会计计 然后结果快去报名的时候 考选不出 这样子你看不出来你中期会计计 修满一个学年的课 结果后还再出去 他原来的中期会计计计 学分是二的意思 所以因为从这样我才知道说 原来中期会计计 你要修满六个学分 你不是我修满三个学分就好了 不是 因为他认为你没有修完 但是不认定学分 也不认定科目你有完成的 所以下学期势必 不论你有心要走会计计计计计 你还是要选这部课 所以我才把不信资产 放在我们期末考 那当然大家已经上了一年 一学期很辛苦 所以我也不需要一直给大家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课程的一个规划 好 那接下来我想同学都很没答到说 可是没有关系 我们还可以先聊一下 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好 我问的时候呢 我顺利找了同学来回答 找几个同学来回答 那我们再来从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来看 到底几个问题跟我们的问题很关系 好 好 先起 你有多少钱 对 随便 你急着跟我讲你有多少钱 好 好 2万块 好 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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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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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少钱 枝群 枝群 枝群你觉得你有多少钱 差不多四万块 四万块 四万块 好 好 好 千花了四百块 好 好 问一个 好 有两万有四万有四万有四万块的 好 王胜如 好 是你啊 好 我有你没来 好 你有多少钱 五万块 好 好 接着四个问题 好 四个问题 好 接下来呢 我就要谈 等一下 相信你的两万块是放在口袋里的吗 存起来两万块 看你两万块都在木头里面 好 所以你口 加上你口袋的钱 木头的钱两万块 不用很精准啦 我是说你当时候在算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子算 是 好 那个 十几呢 也是一样 就是你的户头加上你口袋的钱 好 那我当你知道你的口袋的钱是四百块 好 正如呢 你刚刚讲你五万块 你在切 五万块是指什么 户头的 口袋里头呢 身边有没有 几百块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呢 等一下我们有两个同学 应该是 两个同学讲的 就是那个 相其讲的是 他口袋的钱 加上户头的钱 然后那个 司机讲的是 他户头的钱 好 然后呢 就我意思 直接放进去 紫文 对对对 好 紫文呢 他讲的四百块 是指他的口袋里面的钱 好 那身如讲的五万块呢 也是指他户头里面的钱 好 那我们在会计 这个 我问这个问题 跟会计有什么关系呢 好 一家公司 他的报表出来 他讲他的现金 如果我们会计 那我们没有去规范 他的现金是指什么 有可能出现是四百块 有可能出现是五万块 这样子的话 你怎么会看得出来 一家公司 他的财务状况 他的资金 到底有多少 没有办法 因为我报表写出来的时候 希望每个人看到这个报表 就知道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你就可以从我的报表里面 不是不知道我要报表是什么 而且从这个报表里面 可以去判断我的很多的讯息 我的负债也叫货高 我的自由现金 自由现金够不够 支应我的日常支出 然后呢 我的股东的这个权益 他所占的比重 或者是股东权益的主人是什么 好 那我的资产里面有多少是什么 所谓的随时可以变现的 有多少资产是什么 必须经过生产啊 就是他需要的便利的时间率 比较长的 比如说固定资产 你从你的报表里面 每一家公司 他所编制出来的报表 都要从他所编制出来的报表 看报表的人 就能够读出这些讯息出来 但是这个讯息 如果每一家都是自由新政的 好 只能说我有四百块现金 好 甚至说我有完块的现金 可是我相信 他不会只有四百块的现金而已啊 对不对 好 那甚至呢 那个胜如的五万块 可能他妈妈讲说 这四万块呢 是你未来的价装 不难动的 好 未来是专款专用的 有指定用途的 你只有可以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 就一万块 可是如果没有这样子去区分 没有搞清楚的话 你说 哎哟 胜如还有钱吗 我现在手头刚好有点吃紧 因为借个两千块 那你借他两千块以后 你增加什么 八千块来讲 你其实也许你这个月的生活 就出现问题了 那所以呢 这个都是为什么 我们的会计准则要去规定看 要不然你说现金谁不懂 现金就是钱可以拿出来用的嘛 可以买东西的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到我们的会计准则 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复杂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为什么要这样的规定 因为我这个报表编制出来的时候 不需要一个公司的发言人说 我这个现金是指我口袋里面的现金啊 然后其实我的账户里面呢 还有多少钱是我写在哪一个科目上面的 它是不用这样子的一些不能的 就为什么要有这个所谓的报表之项 会有一个所谓的财务会计准则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缺乱 原因就是在于 不要让大家各说各话 然后编制出来的报表 大家也是看不懂 不是看不懂 不知道它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 这是为什么要有财务报表的原因 好 那第二个我们再问一下 所以我们在会计里面 还是会在讲现金 好 我会在讲什么是现金 怎样子之类也算是现金 哪些东西不能算是现金 所以在我们会计里面 还会在这里 对大家 也许在初刊里面 我想说 你看这里面的书籍 这边里面的章节 其实你一定会觉得初刊很像啊 好 初刊也是一开始第一章就是讲一个环境 好 然后再来就是讲 哦 那个初刊里面开始就讲什么 第二章是讲什么 哦 讲会计科目 借贷法则 然后讲会计科目 然后编报表 这是初刊 但是从那个账务之后 事算表 财务报表之后 就开始讲的是 比如说现金啊 我们讲简单的现金有什么 平行往来调节表的编制啦 定收账款啦 好 运收票据啦 固定资产 存货啦 固定资产 那这些的编盘跟我们的总盘完全一样 接过去完全一样 但是他讲的东西 要比车块多很多 原因就是在于 哎 你今天讲道具 你说现金就是现金嘛 那他又讲说 你可以自由利用的 那你也没想过 什么钱我是不能自由利用的 好 比如说我刚刚讲 圣语套妈妈说 这四万块是你的加装啊 所以等于你要付嫁的时候 你要结婚的时候才可以动用 这个就是专款专用 就不能算在你的自由现金里面 好 所以我们在现金的搜索上面 这个科目 实话是可以列在 在我们的会计准则里头 什么叫做现金 可以列在我们现金这个 科目和分别上的那些东西 好 所以你这种从他的画面里头 你就可以知道 这家公司到底有多少钱 可以自由利用 所以这个是 我们的初会期跟中看 他的编排率其实是上册的部分 几乎是平常的 平常的顺序 几乎都一样 好 但是到了下车就有不一样 因为他有一些专张自然 比较复杂的 好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在财务会计就会有一个什么 财务会计准出来 好 那谁知道台湾的财务会计准的 公报是谁 黏制的呢 哪一个单位 对 有一个举手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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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送你的爱莫补吸吗 不是 好 那别回答我刚刚讲的问题 我刚刚面什么问题 趕快問一下旁邊的答案 可以不知道答案喔 有沒有人可以知道答案呢 如果剛才出來的時候 要準備幾個小禮 一時之間找不到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台灣的會計準則風暴是誰制度的 有沒有人知道 王子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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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你按 聖母的同學回來 喔 聖母的同學請 為什麼沒聽看 好 原 不知道 好吧 你也知道吧 你不知道 各位四上課 你也買一個東西給你們看 白色的底沒多 藍色的底 藍色只是上下的地方 你都會去拿這個風暴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也不會把它記起來 有點長 有點長 中華民國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這是一個嗎 我說我拿 我們數十年喔 我們的風暴都長一樣 好 都是長這個樣子 好 這是藍色的 白色的底 好 這下就是白色的 目前為止 都還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單位呢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好 這是制定這個公報的單位 好 那其實現在的早期喔 你知道嗎 這樣子薄薄這一本 我們大概要花 差不多五十塊去買 好 我剛剛之前給大家看過的公報 最後的公報有兩百多 最薄的公報大概就十五六億 好 這一份算是薄的 好 這邊十五億 好 那有一份呢 34號公報呢 有兩百多頁 目前我們大概是公報到四十幾號 那我們的公報呢 比較特別一點的是 我們這一號的公報 會一直有兄弟 所以我們的號碼喔 才四十幾號而已 那美國已經什麼 兩百八十幾號 還兩百五十幾號 那我們 之前我們的公報 都是跟著美國走 但是後來呢 我們大概這三年來都已經轉向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要轉向 它也要使用國際觀念準則 所以呢 慢慢的我們就不跟著美國走 所以美國之前它有公報出來 我們大概三年 晚年五年 我們的公報就跟著不來 好 那我們的公報 它雖然我們跟著美國 可是它到一百六十幾 一百八十幾 我們還是四十幾號公報而已 原因在哪裡 我們修訂的時候 一直在這十三號公報 修訂 第一次修訂 第二次修訂 第三次修訂 就通通同一個公報 一個公報呢 你要去看它最新的 不是說這個號碼 而是用號碼看得多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制定 台灣會計準則公報的單位 那我說的新債的書呢 這個東西呢 當時我買 大概往之前是 再往一些寫 差不多 照我手上 我就至少買過三次了 好 那我記得上一支買的時候 應該是蘋果九成四年買的 後來再買的話 就是新的 它就會寄出 你就可以重新買一些的 那目前呢 一個網路是網把他打 這個公報你已經不用買了 三十十塊 這麼薄的 也要三十十塊以上 那如果說那個兩百多億 也要至少也要一兩百塊 那現在你就不用買了 所以我一定要 你當然是 既然修了多快 我想你未來會有到快計的 可能性就很好 所以你勢必就要了解一下 你要知道最新的訊息到哪裡 現在既然是網路那麼方便 你就不需要什麼 去買 就不需要去買這個 買這個公報 網路上都可以下載 所以我現在秀一個 找一個網站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網站上面可以看到哪些東西 好 希望我們大家都沒有說 所以我就有幫大家一個 這個所謂的知識的 基本常識的這個告知 所以讓大家知道說 哪裡去找你要的資料 現在網路很方便的 就有很多的好處 像昨天有人問我說 他要考那個托福 要買什麼書 要怎麼準備自修的話 我先找他去網路上看 那好像也有一個標準答案 反正就是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網路上很方便 就很多資訊 你都可以在網站上面 就可以找到你的資料 這個方便 就是要是想要去 就要去它 就知道 為什麼沒有出現 這個方便 自由方便 上次之前都有 為什麼現在沒有出現 我這裡有幫忙嗎 放下 好 謝謝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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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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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这个网站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 所有你想知道的资料 那刚刚我说呢 这个东西 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好 你可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 公报出版品 然后的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公报的系列 你可以看一下 还有多少 这么多 这是解写 在这里看 好 公报在上面 到41号 98年到现在都没有新的图文 好 好 但是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呢 他是 所以你可以看公报 3号 90年 1月11号去 那个修订 所以他把这修订 自己吃了 你可以做 你可以不需要去 去买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 去下载就可以了 好 那你可以买 他这是定家 他也可以下载 他也可以下载 所以这个公报呢 你目前来讲 也是都不用去买它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下载 那当然如果你 你觉得这样看起来 是比较有那种小问的感觉 那你刚刚买了 好 好 那这是 就我们在这个 这个网站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以后你想要知道 最新消息的话呢 最新的一个规定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去找任何人 你需要的 尤其像什么国际会计准则的结果啊 像这个IFRS的这个 这个就很多哦 非常的多 有那个IFRS有ISA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很多的资料都在这里面 那这些东西呢 目前来讲 它其实都有点像是什么 像是翻译 像是就是把国际会计准则 做翻译而已 所以这些东西 你也可以在网站直接可以下载的 都可以看得到的 好 你也不要花钱去买 但是除非说呢 他当然也有委托一些快捷市事务所呢 去做这些的公报的解释 除了翻译之外 他可能有些另外的这个解释啦 或者是他的案提放上来的解释 就是来阐述自己的公报的规定 有 好 当时候有人家给我这个三本 秦内中信 这个编织出来的三本 上中下 都这么厚 好 听说每一本都一千块 出我手上那一本出就三千块 好 那一侧三本出就三千块 那当然我说了 这个东西其实也不用急着现在买 因为我说了 他有一天有一些的规定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可以从上面直接去找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其实很多的快捷市事务所呢 他其实有接受这个发展基金会的委托 他们也有一些的那个 后续的什么教育训练啊 或者是他的一些看物 你可以上网去看 这个都是可以在网站上面可以看到的 好 这是你需要的才那个中块呢 我想你一定要知道的一些 这个网站 因为这些都可以在未来你在学习上面 都可以随时去更新你的新的知识出来的 好 这个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好 这是你只要知道这个网站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网站就可以知道很多东西了 那他呢 这个是政府机构 所以是ORG 这是指政府机构 好 那这个是跟大家记得试一下 好 是谁让大家知道的网站了 好 好 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了 好 花了大概 花了十分钟看三分钟看 好 好 好 那我们先这样呢 来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什么 我们今天不会上很久 大家都没说 大家不看有了已经瘦了一样 你晚上太晚睡吧 好 我想二天行 所以可能要开始规划 迎新树影 是不是 好 采怀西子我们在什么时间 十月一号 十月的十月十二十三 好 十月的十月十二十三 好 好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了 好 一路路 好 我们要展开展五 好 好 常常那个在 迎新啊 或者是送旧啊 或者是在什么 迎队啦 在管院的那个庄图 那个创立空间呢 晚上十点 都还看得到 同学在那边 排列 好 所以我说现在同学呢 对于这个 活动的 参与的热度 好 去上课的 呃 气氛去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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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呢 直接让大家 这个互取一下 两个东西就很好 因为呢 其实在我的 我刚刚也讲过了 快信呢 本来就是 因为 就是要一点规范 我叫我刚刚很简单 提一个例子说 好了 现金 你跟讲的现金的定义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选择风暴来决 来告诉大家说 你要写在报表上面的现金 是指哪一些 指哪一类 包含哪些 哪些不能站在这里头的 就是风暴以后呢 就是规范 好 那所以从正面都可以知道 快信本来就不是什么 好 天生下来就是这样 就像语言一样 我们为什么讲的是国语 为什么 这个 南美讲的是拉丁 拉丁 就是他们的习俗嘛 他们的习惯 就是这个语言能够沟通 那我们讲会计也是一个语言 那会计是无声的啊 因为呢 我说它是一个企业的人 借由报表的编制 来告诉 对这个看报表的人说 好 我这家公司的资产有多少 有多少是很快可以变成现金的资产 我借的钱有多少 有多少钱是 多少的负债是在短时间就要去还的 所以你从报表里头 你就可以听得到 它告诉你什么 它跟你讲什么 只是它不是有声音的而已 所以我们说会计是企业的语言 那语言的目的就是要能够沟通啊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个国际会计准则 因为希望这个会计准则不是只有在台湾 不是只有在欧洲 不是只有在美国 而是全世界的报表出来之后 除了它是中文写的之外 除了它是中英文写的之外 除了它是中韩文写的之外 你都只要把它翻成共同的语言 你都看得懂它在讲什么 所以它叫做国际会计准则 所以全世界 你除了说我关起来很满 我不跟别人交易 我也不要别人来投资我 那我关起来把自己拖 那当然这也有关系 可是如果你要走出去 你就要编织出一个大家都看得懂的词 所以从这里都知道 会计不是一个什么 编身下来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规定起来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会计会有一个什么 基本的假设 还有一些的基本原则 那所以规定都是在这些假设跟原则之下 就是什么 往上开花结果的 所以这些假设说起来就是文字 它平常要不足为奇 没有什么稀奇的 可是呢 它在使用上面或者在应用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说每次呢 你就做你碰到一个新的交易的时候 那你就要评估 在我们的会计假设之下 他是怎么做的 在会计原则之下 你要怎么去认定他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把这些东西 基本的规定把它拿出来去评估一下 你现在碰到的问题 好 有四个很简单的假设 第一个 第一个 企业个体假设 为什么要编合并 好 为什么要编合并 我们说一个集团 为什么叫集团 集团就是这个公司 法人跟经纪个体 法律个体跟经纪个体不相等 法律个体是 只要我有去经纪部 或者是建设局去设立登记 那我成立一个名称 然后呢 他会给我一个编号 那我就是一个法律个体 但是这个法律个体呢 通常像我们讲的集团 集团集团可能有三家四家的公司 这些公司都是在经纪部 单独设立的法律个体 但是这些公司都是由一个 比如说像台说的 比如说的七人小组 因为王同庆走了之后 他们就成立一个七人小组 统一的去什么 去运作或者是成立这个七人小组的去 让这个他们的集团里面的四家公司 台说的私保 四家公司都在这个七人小组之下去运作 所以虽然有南梁有台化有台塑 但是他我不知道台化是不是台说 反正都是台说集团 所以各别都有各别公司的财务报表 但是因为你受到同一个 所谓的经营团队的一个管理 或者是这个经营 所以彼此之间可能又不都有 你没有钱吗?我的钱借给你 但其实就这个集团来讲 它就是什么? 左边投在的钱放在右边去而已 就这个集团来讲 害我们借出去又借钱的问题 其实都没有 因为何必报点 就是要把这种集团之内的内部交易 我们叫做内部交易 不是内线交易 我们叫做内部交易 关起门来自己在做的事情 叫内部 但是不叫做内线交易 我们就差一个字车差很多 内线交易是违法的 内部交易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对报表的时候 我们就要变的是 把内部交易都把它消弭掉 然后逼一个整体的集团的报表 对外公布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给我们报表 所以在我们讲 第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企业个体假设 指的就是会计科技假设 不是经济个体假设 所以未来我们要问你说 那我们这样要跟成立一个 你说公司呢 去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 那可以 老板就是问你说 这样对公司未来的运动 有没有什么影响 那你要知道怎么分析它 你要怎么知道去分析它 你要想说如果我们的股权 食股超过低率多少的话 那可以怎么样做 或超过多少的话 我们必须怎么样做 你必须分析给它 然后它才能够做管理决策 那我不要这样做 我要跟成立一家公司来 或者是分散公司的风险 或者是让公司接单的 范图配论网等等 你可能要做一些分析给老板 或者是你的经营决策者 来做决策的判断 这是你学会计的重点 整体的讲设 第二个 第二个假设呢 就是会计期间假设 你的会计期间经营的好坏 你能够带观察 他从他开始经设立登记 直到他结束解散配办 整个我才知道这家公司 到底他的经营有没有赚钱 赚多少等等 可是我们的同志人或经营者 他能不能等到公司 已经要关门了 才知道说 我们到底这家公司经营的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要去做 快逐行业假设 这是因为我要在一段时间 知道公司的经营状况 然后适时的把一些资料 就要给有兴趣 这家公司的债权能否投资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 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什么假设可以讲 我讲了两个喔 快逐四个基本假设 第一个接个是假设 第二个快逐期间假设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继续经营假设 对了 好 继续经营假设 就是 当我们在天津那个报表的时候 是站在这家公司 或在继续经营之下 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会计资料 这不是什么 清算啊 不是这个 斜算的一个会计资料 第四个假设是什么 好 第四个假设 好 货币单位假设 好 货币单位假设 货币单位假设 是因为我们报表上面出现的都是 钱 好 我不能讲说 我有三部电脑 我货币上面写电脑设备三部 三部大家知道是多少钱 好 所以你一定要用换成 是用方法钱去买的 所以他就用货币单位假设 他用货币单位假设 那货币单位假设 那由于他的 就是这些基本的这些假设 尤其像货币单位假设 比较有一些的 可以攻击的地方 是大家觉得不虚很好的地方 是因为这个币别呢 那他的货币呢 是什么 是固定的 他没有考虑到 通通通膨胀的问题 没有考虑到购买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信资会计 但是 这个是讲了十几二十年了 限制会计 还是什么 还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大家一次认定的 一个会计 会计抱有的一个呈现方式 好 这是四个假设 好 武器文字堂的功力是很差的 好 可以 冠奇旁边那个同学 叫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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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忙什么 没有 我会看这一个 研究他 研究什么 研究心得 告诉我们一下 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知道是 到底有什么地方 让你研究了那么久 然后 然后 万琪跟那个 一下子我想不起 我 我帮你讲 不要我自己猜 不要我自己猜 我自己猜你来 来 天重 看到你怎么知道 好 研究什么 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也不知道 这张 那张那个 是不是可以这么多的 你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不要等 我们第一次三课 来得及修正的话 哪一天 哪一天放假 我把开上 课程时间了 课程进步了 我说你研究半天 研究是什么 我觉得 这节课充实是用拼的 好 我可能是看的 就可以觉得 这节课是很充实 我说这节课很充实 你觉得哪一地方 是哦 你觉得哪个部分 是你最期待的 学期成绩 应该是你更期待的吧 好 好 那个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那我不能说 你上次都不能讲话 可是你们如果关心了很久的话 你就会引起我的助力 好 那我就会想知道 到底是 你发现了什么东西 你发现了什么东西 不是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东西 好 人家有一次我们上高段 发现了一些蟑螂 就会跳跳跳 好 好 所以如果发现什么事情的话呢 呃 发现了哪些的状况 或者是呃 我在上课的时候 来得及跟大家修正或调整 或者是问大家的一件的话 要继续告练 好 好 那我们说 刚刚讲的四个假设 因为我们 诶 我们也只能识练干一下课 好 好 所以只剩下十几分钟而已 好 所以呢 除了基本假设之外 我们有几个原则 那几个原则里面呢 我们大概只有讲三个就好 第一个要谈的 在我们认定 尤其在资产认定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成本原则 好 也就是说 你花了多少钱 就用多少钱入账 你花了多少钱 才是你的成本 我们说现在尤其像现在这样好了 现在房子呢 动则是 我们在台湾 高层的房子 动则都是上千的 上千万的 好啦 那你随便讲好了 假设一个房子呢 路边看到那看板了 一千 一千四百八十八万 请问一下 上面写 一千四百八十八万 你会用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呢 绝对不会 好 你会用一千四百万买 那一定算有点笨 好 通常你最起码都可以杀个一成以上 而且是现在这个房子 房子有点过剩 这个是我的想法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能用一千三百万买 可能性都很高 那你入账的时候 你不能说我买的这个房子 那冰价钱四百四十 一千四百八十八万 我们就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入账 因为你没有付得完没钱 好 所以你必须一里实相付的现金 不见得是现金 我还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付 我借钱来的也可以啊 就是你要到底要付多少钱 好 来入账 那到达最在做资产的认定的时候 就是成本原则是指 到达可通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而已之出 我跟他议价完了 那房子就我的了吗 那我们是你要过步 所以你要后续的一些动作 那这些都是你可以列入成本的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谈的成本原则 你会往后 你再碰到的很多的问题里面 成本原则是 最长拿出来使用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原则也许 也许你在其他的书会叫做稳健原则 但是在国际会计准则 我们的翻译上面叫做审慎系 跟稳健原则很像 好 审慎系是什么呢 好 跟稳健原则 我们以前的稳健原则是指什么 好 你有损失 会实现 要认练 这样你估计得出哪 好 你有损失 你估计的算 你有多少损失 只要认练 但是你有力的 会实现 还没有入到口袋里头 会能承认 这是以前我们讲的稳健原则 所以你看到很多书上 如果讲到稳健原则 大概就是这样讲 但是审慎系里面呢 跟我的文件很像 就是很像而已 我们说百分之百一样 好 你有损失 估计的出来 你就要承认 这句话是没问题的 你有力的 你有力的 有可能不能承认 有可能可以承认 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承认呢 如果你是在很快 就是你的资产是属灵 你的资产是在很短的时间 可以什么 可以卖掉的 比如说好了 我买股票 好 假设呢 前两天台积店呢 一百块 我就去买了一张 花了十万块 昨天台积店一股 一股一百零五跌了 我就把它卖掉了 十万 我没有真的买 当然我今天就请你们了 因为就没有 所以我敢讲 是 我就卖掉了 我拿到十万零五千五百 那五千五百我已经什么 我已经卖掉了 我已经什么 賺到了 所以我可以入账 这会计原来就是可以承认的 原来就是你有真的卖掉 才可以承认 那以前我们的稳定原则是 我现在是十万块买的 成本是十万块 但是我卖 现在市场的十万零五千五百 但是我还没有卖 我就不能承认 我有这个利益 利等 但是呢 国际会计准则的审慎性是 因为台积店是什么 是一个公开发行的品票 所以我随时可以在市场上卖掉 我竟然卖就可以卖掉啊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它的利等可以承认 虽然我还没有卖 在国际会计的规定之下 审慎性原则之下 它这样的资产是可以认列 它的未实现利益的 但是除了这种非有价证券之外 其他的大概不行 你说存活好了 好 我买这本书呢 好 当初买的是七百块 那因为这本书呢 是绝版 好 现在这不是很多人买那种 是限量的东西吗 最好处是什么 你会不会整啊 那这本书已经绝版了 所以现在市场上面已经寒价了七千块 那我没有卖 你寒价是寒价 到时候真正的卖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价格不确定 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 你是不能认定 你有六千三百块的利益 因为这种资产 它没有一个很明确公开的市场 可是我随时可以在这个市场上 如果我要买就马上就有人买走 你又是台积电股票 你在我们的交易所 哇 我要卖 马上就成交了 所以你是把他挂个涨 你把他带是没办 你用现在的价格去买 第一次买不掉 所以甚至不一样 所以审慎性之下 有一些很快可以承认的利得 虽然还没有实现 是可以承认的 好 那第三个 我要再讲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随便 我其实现在是没有想到哪一个原则 我觉得是特别是可以讲的 但是我们有很多原则 上面原则 神圣性 还有一个 再讲一个就好 好 优惯性 原则 不是 优惯性是没有原则 它就优惯性 这是一个品质 好 哎 没什么 刹那事件 我们也特别想到 怎么办 好 充分揭露原则 好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报表 好 我们的报表呢 除了财务报表本身 所谓损议表 资产负债表 或者是股东权益变动表之外 或者现金额表表之外 或者现金额表表之外 我们有一些的资讯 不在报表本身 因为有些东西 可能没有在报表 还不适合 那在报表上 有位置是把它写出来 但是我们就用复制的方式 比如说 公司呢 帮人家做了保证 好 那这个保证呢 什么叫保证 保证就是 如果主债务人不还的时候 债权人可以向保证人索赔 这个叫保证人 好 那我现在呢 做了这个保证 如果现在主债务人 在支付上面或财务状况 都还很OK 我是没有还的地物啊 所以我的报表上面 是不会出现 我有这个负债产生 因为我刚刚讲的 我是当保证人 保证人的定义是什么 是当主债务人不还钱的时候 债权人就可以向保证人要钱 索赔 要求他还钱 好 所以我现在我是在 我是保证人呢 但是我的主债务人的财务状况 或者是他现在还款的这个状况 都还很正常 我有没有要帮他还钱的必要 没有 所以我不会出现在我的财务报表上面 因为我没有还钱 我没有欠这笔钱啊 我不用帮他还这笔钱了 但是对你来讲 你有没有一个潜在的可能 万一哪一天主债务人怎么了 他不还钱了 你就有法律上的责任帮他还钱 那这种事情因为主债务人 还没有真正出现这个所谓的违约 或者是不完法的情形 所以你是没有这个异度产生 但是你有潜在的可能 所以在完全揭露之下 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报表 有附助揭露 就是完全揭露原则里面 所以我们看报表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完全是看报表 四大报表而已 你要去看他的年度移民报告书 那是一本的 一本里面四张报表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也有很多的互助揭露 你要在看 你才知道这个报表里面 有哪些的潜在的风险存在 这就是完全揭露原则 之下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好 所以除了这几个 三个原则四个假设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的原则也会常常用到 譬如说产业特性啊 这些不同的产业 可能他有不同的 那个原则出来 那他的会计科目 就有不同的会计科目出来 所以这些可能就是 大家在做这个 念会计的时候 然后去理解到的 那我说了 这些原则 在我们的书派里面 有一个专章在讲 好 那这个专章呢 我们不再问你知道这个原则 怎么去说明它 或者它的定义 你怎么去解释它 重点是你怎么去解读它更重要 好 你知道这些原则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用 你不知道 因为没有用 所以我们在考这个原则的时候呢 通常他会说 在什么什么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做 这是什么原则之下的规定 他不会说 好 什么叫做一致性原则 你要去解释什么叫一致性原则 他不会 而是说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出力 诶 是基于一致性原则之下去做的 所以这是你要去了解 这些原则在适用的状况 好 适用的一个交易 商场的商业环境里面 怎么去用它 你必须可以有警察的 好 这是我们今天很简单的 去讲这个部分 那第一章 好 请你回去拿到书之后 好 请你先把第一章 先自己读一下 等于是复习一下 好 好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 过一个非广告 就是 我们在有一个开一门 EBRP的课程 在礼拜四的早上 如果同学有兴趣 EBRP呢 叫做企业资源分化系统 好 那里面呢 有一部会是裁判 就是我们又是ASB的系统 好 我们讲一下这个历史 好 本来 我跟这门课呢 是 我跟 在两年前 我跟 自管系张德里老师 还有七管系的 郭昌里老师 我们三个人有 一起开这门课 然后 还有黄昌里老师 好 老师 这个是两年前开的课 然后四个老师 都已经进了 然后后来呢 去年呢 我们就先 就上 上学期是我跟 张德里老师 然后上学期也是 黄昌里 郭昌里老师 然后本来 在今年呢 这学期 100年的学年 我跟张德里老师 都相同 只要开 那 郭昌里老师 他在下学期 那对这门课呢 我们要光15万 那去跟 那个SAP公司 租这个使用权 那一年的年费 因为我们的系统 是在澳洲 对付澳币 1000块 那澳币如果是30块 那就是15万 那本来想说呢 反正就是那个下学期 可以上这门课 所以呢 就已经就拿了这些 因为 我们只开 始终半年 但是 他没有半年的一个 这个 经费的一个设计 所以用的话就是 好 结果呢 我们的那个 钱都付完之后 有一天晚上 大概前三个比达 我老师说一句话 他要走我们说 他下学期 也不想要开这门课 那我们就傻眼了 我们为了这门课 我们去跟 练掉了15万 结果开了这门课 要了这笔钱之后 后面开这门课 他怎么交代了过去 这个钱就白白送给人家 所以我跟张文老师 就紧急的 去开了这门课 所以这门课 我们应该是上9月17号 才挂上去的 好 那挂上去这门课之后呢 因为 我跟张文老师 就讨论了一下说 好了 那我们就是 上下学期都开 但是学校的政策 教务处的规定是 一个系 一门课 只能开一学期 除非要是学年课 好 所以呢 本来我们就才 我跟那个陈明基主任讲说 我们也紧紧开这门课 我会跟他解析的哪里 所以我说 我会在台本期开这门课 然后 有我跟张文老师 不受 然后资马西也会开这门课 有我 他上面也是写 张文老师 有我跟手 然后另班上课 后来呢因为 想到说 我们俩说 要让他发挥更大的效率 就让我们俩都要上课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说 好 因为一个课程不能上下学期 都在一个系所开课 所以呢 最后的结果 因为呢 这门课上期 这是一个电脑课 所以他一定要上期 但上期呢 一定要 因为这个状况一定会很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助教 今天来帮我们 同学如果上级 如何状况 然后呢 我们能够帮他去解释一下 这个 帮他处理一下 这个整个系统 怎么会出现大的结果 怎么 没有办法跑出 那个 奖励上面 或者是整个系统 跑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有机会 那这个体验呢 是自管性能構思 能够支持 所以他们有机会来 聘这个体验 所以呢 我就跟 我就跟那个 陈利基主任讲说 那我们继续 我今天跟张文老师 是全取的同意 上学期开在资管系 下学期开在资管系 下学期开在资管系 但是他的体验要继续 于训练的一个体验呢 如果上一门 一学期也太浪费了 就是他要 他其实是要训练的 要花一点时间 去摸那个系统 再办法 到时候他出现状况 同学出现状况 他还不知道怎么结束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 他也同意了说 上学期在资管系开 下学期在资管系开 那他的体验 下学期会帮我们 帮我去支持资管系的课 但是因为我这是回收 所以你课程的 授课老师还是我们的 好 所以我们的财管系呢 这个CRP的课程 都把它关掉 所以这学期是先开在资管系 下一个期会开在资管系 好 但是上课的系统 上课的老师都一样 好 那所以呢 我现在因为这门课是 最近才开 所以我们现在呢 刚好就是 因为台在 刚刚整个在调我们的电脑教室 所以只有礼拜四 好 只有礼拜四个早上 那这礼拜刚好有个女生上课 但是呢 我想下个礼拜 23号就加推选 如果同学有兴趣 这门课呢 其实 我之前呢 大概两年前 我兄弟也是上这门课 那挺新的系统呢 当时我们要画期望的圈 反复合理系统的圈 好 这门课呢 当那个 我上今年的 联业典礼的时候 碰到一位同学 他还跟我 和高先生跟我讲说 他之前上的这个DRP的课 他觉得超有用的 好 因为呢 他去 他现在是在南科 他是在那个 他去师傅所 但是另外他的客服呢 是在南科 他们这些都使用普通系统 所以他说 他去 看他们的帐的时候呢 或者是去 呃 拜访他们呢 或者是了解他们公司 他们里面 公司的人 跟他们 事务所的人 都非常压抑 他会用这套系统 因为他其实超有用的 但是他也跟我讲说 当时还在上这门课的时候 他其实完全搞不清 你在干嘛 虽然我们 我们有带着同学 一步一步的去 解释这些东西 好 但是呢 他当时候可能没有这个实际的案例 让他跟着做 所以他会搞得进去 好 所以 那我会请他回来 跟大家做分享一下 这个 到底这门课 学了以后 对你未来有什么方法 那其实我要跟同理讲的就是说 那其实我要跟同理讲的就是说 这门课其实在企业里头 在企业里头 将商业规模的公司 都会用到URD系统 是不同的公司 可能用的系统不一样 那中文的话 我们的新式算是最早台湾开发出来的 他大概已经有30年的历史 好 那SAP也有中文系统 可是毕竟它的系统比较贵 好几千万的 好 所以呢 我很希望同学如果你有兴趣 你有时间 这些期在星期四的早上 会有这门课的拍摄 那至于我刚刚讲说 大家好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 不太清楚这门课能用在什么地方 我会 我现在也在思考 因为我开了一个财务规划的 专业服务课程 那我可能会去规划 找到 要当要设计 如果上个礼拜呢 去是人家鼎星的一个什么 零端B2的系统的说明 那 因为鼎星这套系统算是 相较于 就是ASAP 现在来讲它是便宜 是要好几百万 对于非常小的工程 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去支持或者是买这个系统 所以鼎星呢 为了要开拓它的科目来源 所以它现在有个 针对小型企业的 就叫零端B2 所以你不要有一个 你不要一个私服器 你不要一个主机 它就会把它存在你的领域 好 那这个呢 我上个礼拜去听了之后呢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 它的空间很小 120Mb是免费的 超过之后呢 它就要收费 结果一清完 那 再者 它去申请的时候 是要用公司的 所以我也在想说 我有没有可能去跟它讨论 跟它请教一下说 我都会用学生的领域 去申请你的帐号进来 但是我可以分给同学 修课的同学来使用 这是我们的财务规划系统 可是我觉得SAP这些系统 毕竟全球的 SAP的试战率是最高的 ERD系统 在展示它们是最高的 只是因为它们 非常轻轻轻加 SAP的系统 我只能照表操课 它不能让我 普遍新的资料车 它不能让我 行的 我要实行正义的会计科目 不行 你要做这件事情 另外再付五千块的奥物 它要开放另外一个 它会开放另外一个系统 让你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领域就没了 这样的限制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 刚刚说是资管系 先从SAP开始 去点进了哪个学路 还是用SAP 所以我也先跟同学讲一下 有正义门课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想如果有时间 我想在大学以后 你上几门课 上几个学分式 都没有什么限制的 你操试教老师 先个名字 那你要过这样的时间 是不是可以忙得过来 要不然的话 你在大学里头 多修课 对你来讲是赚到的 以后你毕业要修一门 修一个学分三千块 所以一门课 三个学分 你九千块 还加个学杂费一千五百块 因为你最喜欢 你我们下来讲的 退校班就是五万元 而且在学校里头 你修三十个学分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忙得过来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讲一下 你要是赞同你 还在学校的时候的 很多资料 学校的出点都给学生 同学生没有那种限制的 只要你吃得下去 学校东西全部都合你 都可以让你吃到饱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 那同学如果 你要加选 好 然后呢 这个你再来帮我登记一下 然后如果你有 你有要拿到这个 是那个数码的话 你再来帮我加 好 那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先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